欢迎收看每日与主同行 在资讯高速的年代 我们有机会去接触世界各地的消息 无论是人和事 所见所闻 其实都是影响着我们的 当我们打开圣经去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的人和事 又怎样去换成我们内在的生命力量 怎样去帮我们 同自己 同世界 同主耶稣去结怜 《列王记》上下 我会和大家有六次的分享 很希望透过在经文里面的人和事 我们去思考在乱世里面 怎样样可以有熟灵的粗练 《列王记》上一章一节 《列王记》上一章一节 《列王记》《大卫王年纪老迈》 《须用皮遮盖》 《刑不觉暖》 很简单的描述 给大家有什么样的熟灵想象呢 按中文翻译 《书卷》一开始的第一个字 是《大卫王》 但在《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 《列王记》上下第一个字 就是《君王》或者《帝王》 无论《君王》《帝王》 或者《大卫王》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帝王》的时代 《君王》《帝王》听下去 好像很有隔膜 跟我们好像很遥远 我们换另一个角度 《君王》的轻衰 更替 就好像现代的政治 政局的变化 政治是众人之事 我们透过周围发生的事情 甚至乎在政局里面的变化 我们去看人情 去认识自己 去认识这个世界 也都可以发掘 上主在当中的作为 原来在一个政治变化的世代里面 社会的问题 会是越来越多的复杂 各阶层的人 都受到很多的考验 普罗大宗 老百姓 星斗市民 他们自己本身的条件 或者资源 网络 有很多的限制 他们特别 发上加根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上主 去派先知 就去帮助最困难 最生活艰苦的 边缘的人 上主借着先知 所行的神迹 去解决 老百姓生活上的各种需要 我们正正就是要去学习 怎样用属灵的角度 去看上主的作为 去阅读分扰的世情 所以书卷虽然是用君王这个字 作开始 但这卷的书卷 其实并不是王朝的历史 而是要我们用信仰的角度 去看世情 看政局 经文说 君王大胃王年纪老迈了 这是一个什么图像呢 眼前这位老人家 是怎样的呢 经文又说 他虽然盖着一张皮 但不觉得乱 诗经学者对于这一节经文的理解 就说到 其实是讲大胃王 已经是衰老到一个情况 他不能够再去传宗接代 而不能够传宗接代 也都是表示 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要去考虑王位继承的问题 换句话说 这卷书卷开头给大家的 是一个什么格局呢 是一个走下邦的格局 是一个君王衰老 要去找继承的情况 而且我们都可以预期 跟着来 会有王位继承的问题 甚至乎是很激烈的宫廷斗争 这个预期让我们去思考 原来不单止是大胃自己家庭里面的事情 整个的以色列王国 王朝 都是会走下坡 他国内 国外面对很严峻的考验 到最后 王朝是分裂的 分裂出来的两个国家 最后亡国和被老 政治混乱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我们看《猎王记》上下的时候 我们很发现 真是一个的乱世和乱局 当我们去见到这种的考验 或者世界里面各种的挑战 我们怎样能够去面对呢 一般人会关心自己怎样去安身立命 我怎样在困难的里面 能够可以生活好一点 普通人未必能够去改变很多东西 什么叫做灵性呢 灵性就是有淑灵的洞察力 有淑灵的分辨 在世局里面 能够辨别得到真伪 去看清楚事实 而且也都留意到上主的作为 知道原来在几乱的局面都好 上主是掌权的 是掌管历史的 在政治的大气后 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彼此守望 纵使形势走下坡 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心间世作 共善共坚 我们在黑暗里面 仍然是可以见光明 大胃王年纪老迈 有限制有困难 有变化走下坡 我们从个人的治愈 去看这个世界 去看历史的格局 同样也都在历史里面 去发现 去检视人生 去发现 去看下自己 内在生命各种的需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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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